杨迅 谁 中间大县的那个人 叫杨迅 杨迅 真想不到是他 宋局 先抓了再说 先去我办公室 我们排除过杨迅的嫌疑 苗霏提供的证据证实 杨迅的那些来路不明的资金 是同会虚假报销 从鼎华诺用的 您是担心 苗霏在这件事上撒了谎 要是这样的话 苗霏一定有问题 现在抓捕杨迅 很可能会惊动他 可杨迅随时有可能逃蹿 这样放着会不会不太好 逮捕杨迅之前 我们先要把思路里清楚 你坐去 当初苗霏提供的那些证据 你们核实过吗 马上对苗霏提供的那些 报销凭证做了鉴别 确定不是伪造的 而且这些票据的时间跨度 长达两三年 时间的跨度有两三年 那么假设苗霏跟杨迅是同伙 当他知道我们开始怀疑杨迅 就以贪污共患为名 把杨迅赶出鼎华 实际是在掩护他 替他洗清嫌疑 要这么说的话 那他们两三年之前 就开始设计后路了 那这行动逻辑也太缜密了吧 苗霏认识周恋 苗霏认识周恋 也是两三年之前的事 开始进宫之前 先想好防御的策略 这帮间谍完全有这个策划能力 我认同您的观点 但是关于苗霏身份的问题 专案组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 每次安科找他谈话 或者寻求协助 其实都会顺带着测试他 另外 马上那边一直在进行着 观察和试探 要想同时瞒过他们两个人 这苗霏伪装的手段 得多高明啊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把对手 想得太完美了 那我们就只能顾步自封 什么也动弹不了了 对吗 是 但是你别忘了 傅大勇没有理由撒谎啊 他这个时候签署杨讯 那他一定是间谍组织的成员 如果他离开鼎华的时候 身份是干净的 那么这才过去了多长时间 这么快就跑去 给间谍组织卖命了 聪定 我觉得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你根据什么做的推断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我是杨迅 我是一个身上有职场污点的人 我是没有公司敢录用的人 我从哪里来 我曾经是鼎华的中层 职业光鲜 收入也丰厚 而且我是庞一山的心腹 前途一片大好 我也曾经春风得意 各种享受都体验过 但是一夜之间 突然都被夺走了 甚至还负债累累 身上还背着官司 我要到哪里去 我肯定想找回从前的生活 但是我差不多已经是个中年人了 而且身上还有职场污点 通过正常途径 恐怕很难翻身 所以说哪怕是铤而走险 哪怕是违法犯罪 也要冒险试一试 确实符合逻辑啊 不过 加入间谍组织和挪用公款 毕竟不是一码事 杨迅真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吗 在我看来 杨迅已经算是身陷绝境了 要是再有人怂恿 那还真的很有可能 不过潜伏在鼎华公司内部的那个人 也确实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杨迅的动态 并适时地加以利用 我们的分析啊只是一种可能性 并不能完全排除苗霏 在这件事情上的疑点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我们抓了杨迅 就可以牵出策反她的那个人 你必须以最为隐蔽的方式展开行动 不能惊动包括苗霏在内的任何人 明白 先锁定她的位置 等我命令 进行抓捕 是 杜猛 大有进步啊 都是宋剧交得好 别拼 去吧 是 去吧 情绪 各小组注意 明哥马上出现 别跟他太近了 这比我想象的容易很多 只需要这么跟下去 就大功告成了 兄弟 你们滨海局 效率挺高的 马尚 我越来越觉得 你说得有道理 什么 我们的对手越来越蠢了 这个案子这样下去 有点不太对劲 我们先把风沐阳救出来再说 好 那把风沐阳救出来 这次是 我什么事